制定函数部分,插入函数有个使用者定义 使用者定义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数字个数 他会问我原始资料,我就给他 他会返还一个结果给我0个 直接丢到函数本身,函数本身会丢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按确定就0个字 当然你可以向下填满,自动完成 OK,那其实跟这边按下去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那个Function运作的方法,当然是跟Sub不一样 Sub是自己去抓,就是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自动抓,自动丢,就是有个输入,输出 那那个Function部分的话,它其实就比较不一样 它就是,第一个它会跟你互动 也就是它不会自己去那边抓 而是你要自己告诉它,我的资料在这里 然后呢,它会自己丢资料 但是会丢到哪里,丢到它自己函数本身 那个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所以它会先把结果先丢到这个Function,自己的名称里面 OK,然后再把结果丢到这个结果里面,按确定 所以你会发现,当然这边呢,如果说我今天一样要产生五个按钮 也一样就是做什么,留下,不是留下数字 留下数字给它,然后按确定,这边没有 也一样可以,所以其他都一样嘛,反正就是 差别只是说一个是按按钮 那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帮我,你还在做那个动作 不过基本上哪一个会比较方便的,当然使用工作上面不同会有差异啦 当然不过以我自己个人习惯,好像用按钮会比较常用到 因为按钮毕竟按下去就OK了,你也不用管那么多 那只是说这个Function要怎么做 那是不是要重新再来,其实不用 其实如果你Sub写完,其实你Function就写完了 那你要知道说到底哪里不一样 其实在151那一题有讲过啦,只是说你要熟练 以后的话反正就很多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你看起来程式好像都不一样,长好像不一样 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啦,只是你要知道改哪里 OK,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unction我到底改哪些地方 它可以自动变成Function 那Function部分因为我已经产生了,我先把它删掉好了 给Delete,那我们重来一下 那怎么样去产生那个Function 第一个的话呢,理论上我们名称就是叫数字个数后面加个函数好了 所以我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少打几个字 插入程序之后的话给它一个Function 名称的话呢叫数字个数的函数 OK,所以这边的话呢,理论上我的习惯,比较简单的话就是加一个 加两个字在后面,记得哦,关键地方就形态一定要Function 你不能用Sup,因为Sup你按下去找不到东西 记得用Function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你要记得那个逻辑就是 你要跟他,就是跟使用者要什么放在刮壶里面 所以跟他要原始资料 所以你就把原始资料栏位名称先放在哪里呢?放在刮壶里面 这个应该有概念啦 然后再来的话,他会给你,给你怎么办呢? 你就做后续处理,再把结果丢回给他自己本身 所以呢,里面的程式要怎么写?其实之前我们的Sup也都写好了 只是说你要把它修改一下 那至于改哪些地方呢?请你把数字个数的程式复制一下 但是不是全部复制哦 复制的话,请你记得避开Ford跟Netz 因为我们不用跑那么多的那个储存格 对不对?所以记得哦 FordNetz避开的里面的这些程式 把它Ctrl-C复制一下 Ctrl-V贴到这个中间的地方就OK了 贴上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因为他这个太突...太那个...太...缩牌太多了 所以把它回来倒车一下 按Shift加上Tab Tab是...就是缩牌 Shift按住加Tab是...这个应该叫什么? 缩牌,另外一个叫凸牌吧 凸牌就是倒车回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只要改...再改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因为SalesA是抓原始资料 所以请你把什么? 只要是Sales的... 那个I列的A栏 一律把它用... 给我们资料把它盖过去 所以其实有点取代 或者你用记事本取代也OK啊 Sales的I列的A栏 把它贴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总共会有... 有几个呢? 有三个吧 所以一、二、三 意思就是说呢 我不是自己去抓 我是他提供给我的哦 OK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呢 将来是丢到某个储存格里面 不过我未来不是丢到某一个储存格 我是丢给什么? 自己本身 所以特别重要 自己本身有没有 再把它贴到这边盖过去 这样子就写完了 OK 方权就OK了 所以你如果前面呢 已经有写过的东西 不用改写了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这边 当然我目前就一个 因为我刚刚把它清掉了 所以把它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数字个数函数OK了 原子就要给它按确定 下下填满 没有问题 OK 所以基本上哦 你有SAP之后 拿来改Function 就非常的简单 OK 看得懂啦 OK 不过你可能要熟悉哦 熟练哦 反正以后就照 这种SOP啊 所以以后我是建议啊 不如你就把它那边写 写起来算 你就把那个标准化流程 以后就照这样做 保证不会错啦 说真的其实也不用记太多啦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 写出来好像一堆程式嘛 但是实际上都是做修改而已啦 OK 那当然第一个改完之后 其他第二个一样嘛 所以第二个的话 你就是一样嘛 一复制这个名称 插入一个Function 改Function 第二的话呢 就是这边改成 就是多两个字 因为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把它改成函数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 后面刮户一定要要什么资料 所以要资料的话 再来的话里面就把程式怎么样 把这一段已经有写好的SOP 不包含那个FOR回圈的部分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贴到这边 记得就是倒车一下 倒车是SOP加上TAB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 这个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Ctrl加 CtrlH CtrlH有取代 把这个取代成这个 CtrlH的话 更快 这样 然后你看 全部取代 不过全部取代可能会取代到上面 所以你要保险一点就按取代 取代一个 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好了 它又跳到上面去了 所以请你按取消 你不要取代到别的 OK 这样也可以啦 反正这样的话 应该会快一点点 不过就怕做错 这个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非数字个数函数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把它贴过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那个非数字个数 所以插入函数 多一个非数字个数 原始是要给它 帮我算完 Return回来 OK了 这样的话 其他 都如法炮制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呢 再试着把什么 把刚刚的sub 转换成 那个function 就制定函数 所以以后 如果你会写sub 那当然你function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写两个东西 但实际上 如果会改的话 基本上就是同样的东西而已 那么多的呢 这种的东西 你提出的 你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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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